各位觀眾有禮 小弟曾卓文 今天我們的主題當然就是悼念英女王駕崩 各位看到我服飾了 我是特意穿倫敦的中褲 黑白來悼念英女王 當然我們是欠綁英旗的 英女王真是鞠躬盡碎 他前兩天見了卓維斯 封了卓維斯做首相之後 才垂下 昨天香港時間大約 英國時間下午六點多就駕崩歸天 英女王也是我們香港人 心目中永遠的女王 正如彭定康也是香港人 心目中永遠的港督 英女王剛才說到鞠躬盡碎 做到最後一刻 他是在蘇格蘭過身的 臨時的兒孫 大部分都及時趕回來 見她最後一面 那 英女王這次駕崩 其實全世界都是悼念的 她的敵人是很少的 就是她敬仰她的人 佔大部分 這個都是在政客或者皇室來講 不是太過常見的 我們看到歐洲那些皇室 好像荷蘭啊 丹麥那些皇室 那些名譽都好像一般 對嗎 那 英女王呢 正如 如果我們從綠色的角度來看 或者從這個 靈修的角度來看 就是她真是 合如其分 就是她做好自己的角色 交足器 這個是引用周小祥博士的評語 就是 英女王 做好她這個皇室 這個英國君主的角色 是做到最後一刻 就是她雖然 你知道英國皇室 其實是虛軍制來的 是君主立憲的 那權力是有限的 而皇室也都是要步步為刑 就是不可以行差踏錯 但是她在這麼大的限制之下 仍然是 活出她有個人的魅力 和盡量是對國民有最好的影響 因為呢 英國的皇室 其實是一種精神領袖 是一個品牌 不是有實權 之前 剛才都說過 有所謂的 所謂的 Royal Mail 好像香港以前 那些 譬如王家 現在香港賽馬會 加了王家兩個字 就表示 那個品牌 大家有信心 有保證 是吧 也是可以運 這個英皇 或者英女王 這個皇室是可以穩定人心的 特別是現在這個 小時候那麼動盪 是吧 而那個 英女王 他就 來過香港 兩次 第一次就是 1975年 第二次就是 1986年 1975年的時候 他突然去訪問一些屋邨的 跟很多那些 穿得爛身爛細的 那些小孩一起拍照 這些 跟中國的元首是完全不同的 他那些 他當時的保衛呢 也是減到最低的 有很多平民 可以 真正的平民 不是做棄子那些 可以跟他近距離 接觸的 是吧 那 就是說 剛才說 人生如氣 氣如人生 就是說 我們修行人 就覺得 人生是一個 大舞台 這個沙士比亞說的 人生是一個大舞台 那我們呢 都是其中一個 角色 是吧 那我們呢 就要 很努力 這樣 交足氣 做好這個角色 但是同時呢 我們也都謹記 我們這個只是一個角色 就是說 這個角色不是真正的我 我也都不是那個角色 所以呢 就是我們盡量交足氣的同事呢 就不要太過執著 因為呢 在舞台上面 在電影裡面 所有的悲歡離合 悲歡離合 生離死別呢 其實都是假的 都是一些電光環影 這個比喻啊 就是說 Conversation with God 和周紹庄博士都說過很多次 在舞台上面 所有東西都是虛幻的 但是虛幻不是等於沒有價值 因為藝術是有價值的 但是呢 那些就是我們無需太過執著 因為呢 就是舞台上面 你殺我 我殺你呢 其實都是貪僧痴來的 一場夢 一出戲 要到了戲落幕之後 那些演員和導演 一起去參加慶功宴 抱頭抱頸 那時候那些才是真的 人生這齣舞台劇 導演就是上帝 如果你有信仰的話 其實導演是上帝 編劇也是上帝 甚至演員都是上帝的化身 reincarnation 我們都是神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都有份參加編劇和導演 就是說不要說什麼命運龍人 上天在弄鬼我們其實沒有的 我們都是上天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神就好像大海洋 我們海洋裡面一滴的海水 一滴的神聖 這個Simon Zhao的名舉 是吧 好了 那所以呢 呂王他是交足器的 那現在呢 他就回去上天的懷抱收工了 所以我們悼念之餘 也都不需要太過痛苦 因為他已經做了他要做的事 他已經完成了他的mission 回到主的懷抱 是吧 好了 即是說他是黑如其訓的 今天我們看到了 香港上空出現這個雙彩虹 是否代表呂王回到彩虹橋 比如在碳世界呢 這個天象呢 很多時候是反映人意和神意的 是吧 那這個都有可能的 是吧 那這個 那個英女王呢 他如果從綠色環保的角度呢 有兩件事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呢 不說你不知道 英女王呢 其實他是支持這個順勢療法的 他主要是順勢療法醫生的 他主要不是順勢醫的 那 英國很多報章呢 都報導過 英國王呢 每次出去旅行呢 他的手提包 他的手袋裡面 都有這個順勢療法的瓶子 裝順勢療法若軟的瓶子 那 其實呢 英國王室信仰 或者信順勢療法 都有二百年歷史的了 所以英國王室特別長壽的 那 查理斯王子都是支持順勢療法的 那 好了 那 這個 不過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呢 哪個 英女王呢 也都有一些 是 有些什麼 愛護動物人士 是對他 有些不滿的 怎麼說呢 就是在這個 2000年的時間 英國報紙呢 就是報導過的 譬如Independent那裡都報導過的 英國國大報章 報導過有一個photographer 就拍到女王去打獵的時候 親手扭斷 一雀的頸子 這樣呢 這個是引起爭議的 英國王室的解話呢 就是說 那隻鳥呢 那隻鳥呢 就是由 有隻拉布拉多獵犬 擔回來給英女王的 英女王呢 就幫那個 就送那個 那隻鳥一程 所以幫他解脫 痛苦的傘 但是呢 這個 英國的愛護動物人士 譬如這個 反狩獵協會的發言人 阿丹呢 就是不以為然了 他說這個是令到 全英國人都很震驚 說這個是 他們是 很反對 這個 就是去打 去 去 去殺那些無辜的動物 在野外那裡 那麼 這個就是 看看你的角度是怎樣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個是 Protect our wild animals 的反狩獵組織 那個主持人 代表就是 John Bryant B-R-Y-A-N-T 當年呢 他說 這件事呢 就不是很令人驚訝的 他說 因為呢 王室一向都是喜歡 屠殺動物 來做 Entertainment 來做娛樂的 是吧 他說 不過呢 通常就沒有被人拍到的 是啊 是啊 那 這個 其實 打獵獵呢 我們現代人 其實 最好不要這樣做 那 Anyway 好了 說回來 如果說回環保來說 現在繼位的查理三世 英王查理三世 King Charles III 他本身就是環保人士 他提倡綠色運動 減碳排放 不為餘力 其實他是左傾的 那 他跟他媽媽有點不同 他媽媽就是 雖然他盡量隱藏個性 特別是政治的傾向 這個都是皇室普遍的做法 至少是令人覺得他是政治中立的 但是呢 Prince Charles 現在是King Charles III 就不同了 他一向就是很有個性的 是吧 就是當年他跟那個 戴安娜那件事搞到一鍋譜了 後來又存了一位 大家都知道那位中年的女子 引起很大的爭議 她一向不是很隱藏自己的政治傾向的 譬如呢 在1999年10月那時候 江澤民就訪問英國了 那當然呂王有邀請他們國宴 跟著江澤民的回禮就是 舉行中國的國宴在倫敦那裡 在英國那裡 那就邀請皇室 當然就是邀請查理斯王子 查理斯王子呢 你猜他有什麼反應呢 他就說 不好意思 那晚我又約了朋友 劈酒 吹水 不得閒來 擺明是落江澤民的 因為呢 維基解密也轉視 就是在1997年 主權移交那晚 那晚就是查理斯王子 當年的王子 代表英女王來香港參加儀式 維基解密就說 當時他對江澤民 對中國共產黨是充滿歧視的 英文是充滿歧視的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 不過呢 說回來 King Charles III 他的名譽 他的名聲 其實他的名望 比起 伊麗莎白女王 是欠了一段 這個是事實 那 他的性格 可能做政客更加適合些 比如他應該是親公黨那邊的 多過親保守黨 但是他現在那個 King Charles III 那個名字 就不太老禮了 因為當年呢 當年 1649年 Charles I 查理一世 就是被人斬頭那個 就是被Cromwell 他們斬頭 當年就是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當年的保皇黨 國會黨 結果國會黨就贏了 變成現在英國就是國會無相論 當年呢 這個最高法院就裁定 這個Charles I 說他是Dictator 說他是獨裁者 玩極權 就是剝奪英國國民那些人權和自由 所以判他死刑 斬頭 好 這個是英國的民主自由傳統 最早就是可以追溯至1215年大憲章 什麼呢 Carter 就是奠定英國民主的基石 是吧 所以現在King Charles III 這個名字不太老禮 不過當然他絕對不是 Charles I 那種Dictator 而英國和室 一向都是很小心的 因為前居可隔 不敢亂來 因為你亂來呢 就會被人廢了 和室 不能亂來的 這個 和中國人那種皇帝觀念 完全是兩回事 人家這些是服務性質的 是吧 那個終身服務 不是終身奴役 是國民 英女王 正如王世襲先生指出 英女王是用他一生人的時間 為民服務 為國民服務 證明這個Monarch的價值 就是他用他的良好管治 去贏取英國人的外帶 去贏取香港人的忠誠 是吧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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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中國人聽見君主 就以為是高高座上 踩那些藝民到地下那隻 其實呢 中國人那些 那些 共和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 既不中華 亦不屬於人民 亦不共和 根本呢 就是那些 所謂那些 共和國 包括中國那些 或者什麼 非洲那些 還有很多南美那些 所謂共和國呢 是吧 或者是 那些 北韓那些所謂共和國呢 其實是帝制的翻版而已 不過改過名字 是吧 英女王這些不同 他是香港人永遠的君主 永遠的女王 他是終身的公僕 是吧 Lifelong Civil Servants 終身公僕 這四個字 和世澤先生說過的 是吧 那他 我在香港出生 也是土生土長 香港受到這麼多年教育 是吧 我們讀書呢 從來沒有要求我們要愛英女王 也都沒有 學校 政府也都沒有要求 港英政府和學校 沒有要求 我們愛英女王 也都沒有要求 沒有弟弟要求我們愛英國 沒有這樣 是吧 我本身是讀英國文學出身的 我是了解英國文化 而我們擁戴歸英不是因為被人洗腦 這是真正的情感表現 也是理智的判斷 因為呢 那些 我在那時候 1997年的時候我已經是歸英派了 不過呢 到了這個 2011年 2010年 2011年的時候 就是變成本土派了 是吧 跟著呢 就是2016年的時候 有傾向 主張香港 獨立自主 但是呢 經過這個 後來的魚蛋革命 再經過這個2019年的時代革命呢 都發覺呢 香港歸英真是唯一出路來的 是吧 因為呢 因為我們看到了 香港有很多牛鬼蛇臣 有這麼多那些 有些是扮王的 有些是那些 偽本土派的 是吧 如果 沒有英國人看著呢 就算獨立了 都會變成Failed State 失敗國家 就是好像那些什麼 好像那些什麼 南非啊 什麼讚比亞那些 是吧 那些 又或者好像 什麼 越南那些 是吧 那這個 香港來說呢 就是 就算是1960年代 到70年代 頭 那時候是香港貪污最嚴重的時代 就是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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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這個 阿基達 著是 創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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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公主啊 那些 麥理浩 著是 麗精 塗治 之前 1960年代 那時候 是香港最貪污的年代 就算是那些年代 香港仍然自由過 大部分的東南國家 自由過中國 自由過台灣 當年台灣仍然是白色恐怖 甚至自由過新加坡 一定自由過馬來西亞 印度和非洲大部分國家 很多談的 是吧 一定自由過越南 不用說了 柬埔寨那些 殺人王 是吧 的財商 關浩廷 瓜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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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黑人 瓜廷 K-W-A-T K-W-A-R-T-E-N-G 瓜廷 他十年前 他有一本著作 其實他是歷史學家 學者 他十年前 有一本著作 就是Ghosts of Empire 帝國幽靈 其中結尾一章 就重點審視香港歷史 他就提到 香港的楊慕琦 港督楊慕琦 和後來的彭定康 香港督 他們都很想 切法 為香港引入政改民主方案 但是遭受中國的 因為中國阻攔 而未能夠而公敗誰城 感到非常可惜 是嗎